废纸板 碎布加上大的塑胶带 拼凑出皆有所谓的家 但却完全抵挡不住 南半球冬季的低温 有些人甚至以大地为床 这里是南非约宝的普林洛斯区 当地著名的铁皮屋平民区 疫情后失业人口增加 4万左右的常住人口中 有9成以上需要援助 慈祭从2003年开始关怀 20年来爱的脚步不曾离开 阿弥陀佛 今天我们帮助你 明天 这场发放是约保持记志工在普林洛斯区的第三场 有了前两次的经验 动线更加顺畅 当地桥界也有不少人出来当志工 还有其他NGO的共享善举 我们实际用一般的NGO的角度来协助政府 在国际间做这些慈善的工作 实际上对政府提供了很大的一个助力 我个人不只是一个佛教徒 也是我们政府派驻在南非的代表 我非常高兴有机会能够参与今天慈祭的这个发放的活动 会为三年的实体冬令发放 总共帮助了2000户的居民 期待他们在慈祭爱心物资的陪伴下 能暖暖过冬 大爱新闻 知识美之工侯麒麟南非报道